台湾正积极应对一项重大挑战 现役的460辆M60A3主力战车即将达到服役寿命终点 为确保这些战车能在未来战场上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军方已正式启动一项全面的性能升级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在于大幅提升战车的综合性能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 针对外界关于M60A3战车防御能力的关切 尤其是对其对抗现代两极突击车能力的质疑 中山科学研究院给出了坚定的回应 通过此次性能提升计划 M60A3战车虽然保留了其经典的105毫米主炮设计 但借助先进的射击控制系统与多样化的弹药选择 包括拖鞘穿甲弹 高爆穿甲弹及高爆榴弹等 完全有能力对敌防两极突击车构成有效威胁 更重要的是 M60A3在侦查 锁定目标及任务计算时间上的优势 将使其在可能的冲突中占据先机 有效抵御敌方进攻 此次升级的重点之一在于动力系统的强化 计划将战车的引擎从现有的750马力升级至1050马力 采用美方推荐的AVDS-1790-8C2引擎 此引擎不仅马力强劲 且与现有战车配置高度兼容 解决了供应难题 并显著增强了战车的跃演能力和行进间射击的稳定性 此外 升级项目还涵盖了火控与信息化系统的全面革新 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全新射击控制系统 炮控系统以及先进的观瞄系统和数字化战场管理系统将被引入 同时 液压式炮塔也将被更先进的全电动式炮塔所取代 这些升级将及大提升M60A3战车的射击精度 反应速度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使其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占据先机 尽管陆军原本期望能将105毫米主炮升级为120毫米 以增强火力 但受限于技术支持 最终决定保持现有主炮规格 并通过数字化射控系统的升级来弥补这一步足 确保炮击的精准度和效率 在战略层面 鉴于形式的复杂多变 台湾已加大对防御型和反制型导弹的投入 已构建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然而 对于可能的登陆作战威胁 强大的陆军战车部队仍是不可或缺的防线 因此 在引进新战车的同时 也坚定不移地推进老旧战车的升级工作 此次对M60A3战车的全面升级 不仅是对现有装备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更是对未来战场需求的精准把握 随着新引擎和先进系统的引入 这些经过升级的战车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成功完成了M60A3战车动力系统的升级之后 中山科学研究院踏上了对该战车大脑 及控制系统的全面革新之旅 这一里程碑式的更新项目 旨在将M60A3战车推向现代化战争的前沿 确保其在未来战场上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中山科学研究院作为此次升级任务的核心执行者 为M60A3战车量身定制了一套高度集成的数字化战场指挥控制系统 该系统融合了尖端的热成像技术 使得战车能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依然保持卓越的侦察与打击能力 此外 全新的射击控制系统 耗控系统以及观瞄系统的加入 不仅提升了射击的精准度与速度 还大幅缩短了弹道计算之间 为战场上的快速反应与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应对现代战争中对炮塔旋转与炮管升降速度的高要求 中山科学研究院决定将原有的液压式炮塔 全面升级为全电动式炮塔 这一变革不仅简化了操作流程 更显著提升了战车的反应速度与灵活性 使得操作员能够迅速捕捉并摧毁敌方目标 同时 为了支撑这一系列电力驱动的高性能系统 原有的发电机也被升级为更高功率的版本 确保了战车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持续作战能力 针对外界关于M60A3战车防御能力的关切 尤其是对其对抗现代两极突击车能力的质疑 中山科学研究院给出了坚定的回应 M60A3战车虽然保留了其经典的105毫米主炮设计 但借助先进的射击控制系统与多样化的弹药选择 完全有能力对敌方两极突击车构成有效威胁 更重要的是 M60A3在侦查 锁定目标及任务计算时间上的优势 将使其在可能的冲突中占据先机 有效抵御敌方进攻回顾历史 M60巴顿战车作为巴顿系列的杰出代表 自1962年服役以来 便以其强大的活力与机动性赢得了全球军事界的广泛认可 尽管随着M1战车的问世及冷战的结束 M60逐渐淡出了一线部队 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服役与广泛应用 无疑是对其射击价值与可靠性的最佳证明 如今 经过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精心改造与升级 M60A3战车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续写其不朽的传奇 台湾所持有的M60A3战车 这批于1990年代自美国引进的二手装备 在历经数十年的服役后 其性能已逐渐落后于现代战争的需求 面对这一挑战 台湾做出了重要决策 决定对这批老旧的M60A3战车 实施全面的升级改造计划 以重振其战斗力 为此 特别划剥了高达72 45亿新台币的预算 旨在自2023年起 逐步外购并更换战车的 现代化引擎及变速箱 目标是在2028年底前 完成所有战车的核心动力升级工作 尽管M60A3战车 在火力上可能不再具备顶尖优势 但即在士兵训练 城市防御及周边安全维护等方面 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此外 战车的炮塔内部空间 也为进一步的性能优化提供了可能性 预示着在升级改造过程中 或将融入更多先进技术与装备 M60战车的发展历程 充分展示了其作为军事装备 不断适应战场需求 持续进化的过程 从最初的M60到后续的M60A1 M60A3等升级型号 每一次改进都是为了提升其作战效能 增强生存能力并满足新的战场挑战 M60A1作为首次重大升级版本 通过优化炮塔内部布局和引入红外夜视系统 不仅减轻了操作人员的负担 还显著提升了火炮的可靠性和夜间作战能力 这一改进对于提高战车的整体作战效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实战中如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M60及其前身M48战车虽然表现出色 但也暴露出了在面对反战车导弹等 现代威胁时的脆弱性 特别是M60的高压炮塔抑压系统 一发火灾的问题 更是对受损战车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这些实战经验为后续的战车设计 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推动了更为安全 可靠的战车技术的研发 M60i3战车作为M60系列的右翼重要升级型号 其庞大的身躯和强大的动力系统 使其成为美国首款 具有高机动性的重型主力战车 其采用的AVDS1790系列柴油引擎 不仅具备强劲的动力输出 还具备使用多种燃料的能力 增强了战车的战场适应性 同时M60i3战车在安全性方面也进行了充分考虑 实现了车体与动力传动舱之间的防火隔离 并配备了完善的防火系统 尽管M60i3战车在机动性和防护能力方面 相较于现代新型战车仍有一定差距 但其通过采用新型弹道计算电脑 改进对炮系统 以及装备与M1战车相同的热成像夜视系统等措施 实现了行进间射击和夜间作战能力的提升 这些改进使得M60i3战车 在特定战场环境下仍能保持较高的作战效能 此外 根据需求对M60i3战车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升级 如加装反应装甲 更换焊接复合装甲炮塔等 以提升其防护能力 这些举措进一步延长了M60系列战车的服役寿命 并证明了其设计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在台湾 M60i3战车成为了军事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4年和1996年 台湾分别从美国引进了460辆二手M60i3战车 并进行了深入的现代化改造 这些战车不仅升级了夜视系统 从传统的星光夜视系统 阅升至先进的影响夜视仪 还形成了现役的M60A3改进型战车 大幅提升了夜间作战能力 此外 台湾还与通用动力等知名企业合作 基于M48战车的成熟技术 自主研发了C11永古式战车 这款战车 不仅搭载了M60战车的105毫米主抗 还在炮塔正面加装了250毫米厚的装甲板 极大的增强了防护能力 使得C11战车在战场上更加坚不可摧 然而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 和新型战车的不断涌现 台湾军方也面临着C11战车火力不足的挑战 尽管在与装备105毫米主炮的轻型战车交战时 仍能保持一定优势 但在面对装备120毫米或125毫米主炮的主力战车时 C11战车的火力劣势便显露不移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台湾军方曾提出 对M60A3战车进行深度升级的评估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更换更大口径的火炮 提升引擎功率 更新炮塔液压系统和弹道计算电脑 以及安装自动装弹系统等措施 使M60A3战车焕发新生 然而 由于预算和技术等多方面的限制 该计划最终未能落地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为M60与C11战车规划的新引擎换装项目 部分灵感源自波兰 成功整合德国MPU引擎的先例 鉴于需替换的引擎数量庞大 超过400台 加之后续备件需求 制造商决定重启生产线以应需求 尽管引擎升级向一定程度上 增强M60A3与CM11的效能 但与当代尖端战车相比 其差距依然显著 此外 台湾还致力于升级M60A3的炮控与观瞄系统 旨在全面优化战车性能 若进展顺利 不仅能适度提升整体战斗力 还能显著延长这两款战车的服役寿命 M60战车 以其超过40年的全球服役记录 无疑成为了战车领域的长青典范 去年7月 美国国务院宣布 批准向台湾出售 包括108辆M1RT坦克在内的一系列军事装备 预计这批坦克将于2024年左右抵达台湾 此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广泛讨论 除了军购预算的考量外 也有人质疑 台湾地理环境是否真正适合坦克作战 甚至担心M1坦克的引进可能成为资源浪费 当前 台湾军方现役的M60A3TTS与CM 11两款主战坦克总数超过900辆 但无以年限以偿 且缺乏重大升级 导致在火力和防护上与现代战车存在差距 台湾军方急需引进新一代战车 以增强防御能力 M1R2坦克作为美军现役主力 拥有功夫的实战经验与卓越性能 正是台湾军方长期寻求的理想选择 此次军售的批准 标志着台湾在现代化军事建设上 迈出了重要一步 以上信息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查看